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到布尔什维克1918到1921年间所面临的所有那些的反抗活动 他们的胜利最初看起来仍然足以令人吃惊 但仔细考察一番之后便不会再感到惊奇了 他们比他们的敌人更统一 更有组织 也更赋予技巧 甚至就连他们所采用的镇压和恐怖主义手段也反映了这一点 而且他们还控制着包括绝大多数人口在内的俄国的腹地 虽然我们对布尔什维克的效率及约画统治及领导水平 有可能过高的估计了 但他们毫无疑问要比他们的敌人更优越 他们的敌人不统一 一般说领导能力极差 在意识形态层面上 反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敌人方面唯一共同的政治情感 甚至就连如高尔查克和邓尼金这样的白军首领 也从未真正能够完全指挥其军事力量 他们常常毫无必要地疏远那些临时处于其支配之下的人民 而协约国武装干涉军队有他们自己的目标 这种目标或许还对白军事业有害 如果说他们对白军的帮助有多大 那么他们的外国习气对白军的污染也就有多大 其次 在许多各个不同的白军战线之间 也缺乏战略和战术上的协调 陆林反抗运动则更具有局限性 他们既敌视白军也敌视红军 布尔什维克大一统的主要原因在于列宁的领导 托洛斯基创建军队 指挥军队 以及进一步的集结红军部队上的能力和技巧 也是红军取胜的原因 红军所控制的俄罗斯腹地 包括彼得哥勒和莫斯科 使他们得以掌握比白军更多的人口和工业原料 其种族基础也比白军更简单更单一 而白军则分散在俄国的周边地区 红军所处的中心地位 使其有可能有效的调动人力和有生资源 托洛斯基著名的列车总指挥部 能从一条战线快速转移到另一条战线 相反 白军则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前帝国的 非俄罗斯人的居住区 虽然红色政权针对非俄罗斯少数民族的政策 许诺远远多于实际实行的 但白军却始终一成不变地拒绝做出 如布尔什维克那样多的许诺 邓尼金将军的愿望是保持俄国不分裂的大国地位 多数其他的白军将领也都是这样想的 但这一愿望却与诸如乌克兰 高加索及爱沙尼亚等地的非俄罗斯少数民族的愿望相悖 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义永远都是少数民族人民中间强大的推动力 其实民族主义只在少数城市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群体当中稍稍盛行 对于多数人民来说 经济问题要比民族问题更加重要的多 而且帝国的许多非俄罗斯人城市大抵是多民族聚集器 不光包括来自一个地区的主要民族 而且也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民族 如俄罗斯人 犹太人 和其他民族 在一些先前以非俄罗斯人为主的地区的城市里 某些俄罗斯工人的支持往往是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 工人农民都支持共产党员 无论是在前帝国的大俄罗斯地区还是在非俄罗斯地区 推动他们这样做的部分原因在于布尔什维克反对地主 资本家以及富农的阶级斗争的理论 引导穷苦农民反对富裕农民是布尔什维克在乡村的策略之一 许多工人和农民担心白军会实施一种相反的政策 同时 他们往往不喜欢白军军官居高临下的对待下层阶级的态度 不过 对工人和农民更喜欢红军而非白军这一点也不应过分夸大 有人怀疑 到1921年年初 工人农民远不像1917年年末那么积极的拥护共产党的政策了 虽然红军胜利了 但这一胜利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对于国内战争时期死亡人数的估计是很难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有几百万之多 多数死者是平民 而且死者中多数人即使是在军队里 也不是死于敌人之手 正是由于国内战争条件恶劣 才使得如颁诊伤寒和伤寒猖獗蔓延 另外饥饿和营养不良也是造成大量死亡的原因 除死亡之外 俄国因流亡而流失了大约200万人 这种现象在有教养的精英阶层尤其显著 国内战争还造成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儿童人数的增加 到了1921年 人数也达到了百万之多 经济上的代价也十分昂贵 诚如1920年的多种数字所表明的那样 当时通货膨胀使得卢布几乎一文不值 从总体上看 工业生产仅相当于1913年的五分之一 古物生产仅相当于战前年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 国家的工业劳动力和彼得哥勒及莫斯科两地人口的总和 当时还不到1917年的一半 最后 俄国的交通系统 尤其是铁路交通受到了严重破坏 国内战争及协约国干涉遗留下来的长期问题 很难予以精确的估计 只有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可查明 1918到1921年间的战事 使得政府和共产党专制主义日益严重 许多非共产党政党和独立的社会政治组织 在沙皇统治时期的末期已经趋于减少的 此时已经几乎全被取缔 不但如此 甚至连委员会 贸易行会 工会联合会 及其他的苏外政治生活中 比较民主的方面也大大削弱了 协约国武装干涉不可避免地加强了专制主义倾向 因为他给予苏外政府一个进一步的加强专制独裁的口实 那就是要与外国干涉进行有效的斗争 这之后 共产党常常继续采用类似的方式强调资本主义的包围和敌意 以为其实行专制进行辩护 多少要感谢苏维埃的宣传 关于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主义故事 在人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但更重要的是 他在共产党精英的头脑里打上了斗争的烙印 战争特别是针对陆林好汉和农民的战争 使他们担心和怀疑农民及其落后的心态 不但如此 在处理军事和指挥问题的时候 恐怖主义手段成了一种不亦忘记的习惯 在政权维持的七八年之后 无论是这种习惯还是对农民的不信任 都在对农民实施的报复措施当中 显露无疑了